老侯爷在回京的路上便听了一箩筐定安侯府的传言 正在气头上 顾侯爷这个时候翘班被抓包 与送死没什么区别 顾侯爷都成家立业了 老侯爷一般不揍他了 除非忍不住 一刻钟后 顾侯爷院子里传来他凄厉的惨叫 顾承林最近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他拒绝回到定安侯府 在妙手堂也是郁郁寡欢 心绪不明 我从前不开心的时候 师父就会给我念经 念完我就开心了 菩萨 真的能救人脱离苦海吗 当然呀 师父老人家是这么说的 我要出家 请小师父为我剃度 好 你们在干什么 我在给他剃度呀 他要出家 你 你 你 祖父回来了 让你赶紧回府 我出家了 不再是什么侯府公子 也不认识施主的祖父 凡尘俗世界与我无关 头发还能接回去吗 你作为大哥 没约束好两个弟弟 该不该法 该法 好 一百军鞭 成封五十军鞭 成林也五十军鞭 三弟重伤出狱 受不得鞭子 我代他受罚 我也可以代三弟受罚 好 一人再加二十鞭 剩下十鞭 你自己扛 扛得过去就罢了 扛不过去 我就只当没你这个孙子 狠还是老侯爷狠哪 别打死了 还得入宫请罪 养不教父之过 那牙头闯下弥天大火 都是这不孝子惯的 臣把这不孝子带来了 任凭陛下法罗 皇帝看了眼鼻青脸肿 惨不忍睹的顾侯爷 都揍成这样了 他也没段下手了吧 算了 这件事 脱不在顾侯爷 小丫头 也是年轻不懂事 日后 多加管教就是 这次封箱事故 所有损失即由定 安侯府一例承担 请皇上 废去顾锦鱼的县主身份 哎 老侯爷这是何苦 朕已经废去了 他的郡主位分 县主之位就留着吧 请陛下收回成命 皇帝一夫 既然这么坚持 那我也不好不给面子的样子 下旨把顾锦鱼的县主身份收回了 顾锦鱼终于走出了刑部 然而他高兴不起来 祖父 锦鱼知道错了 锦鱼愿意去祠堂罚贵 不必了 顾锦鱼心头一喜 祖父不舍得他罚贵 祖父还是疼他的 你不是顾家人 没资格跪拜顾家的列祖列宗 还有 以后不要叫我祖父 幸远的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侯爷可错怪下官了 下官哪敢惊脑侯爷美梦 这不是 宫里要来人了 大将军怕撑不住场面 便让下官无论如何也得将侯爷请过来 这里头啊 一半的顾家军 一般人振不住 还真的侯爷您出面 本侯出面干什么 也没多大事啊 大将军的意思是 一会儿您带着将士们操练操练 最好排个兵啊 不个阵啊什么的 越威风越好 我把人全都叫出来 弄那么大阵仗干什么 陛下他又不懂 狭几把搞搞的了 皇帝与老侯也刚下马车 就听到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一句 皇帝觉得如果他哪天短瘦了 不是被后宫三千加厉掏空龙体的 一定是被萧己活活气死的 可见过陛下 陛下来的真巧 陈正要练兵 陛下可要观摩一二 哼 真幽不懂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吗 唉 迟早被这家伙气死 你说怎么就和这家伙 互相做了小舅子呢 嗯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